中午最吸睛的画面要赶快来带您看到 1600只的纸猫熊快闪活动 今天中午是来到了台北的花博新生园区 目的是要为2月28号的纸猫熊展来暖身 虽然呢他不是活生生可爱的园仔 不过呢有超萌的模样一样非常的吸睛 现场的最新状况要赶快请记者陈志庚来告诉我们 志庚请说 好主播各位观众朋友记者目前就是在花博的梦想馆 你们现在不用数了 因为在记者的后方一共是有1600只的大小猫熊 正在花博里面开心兮兮 在这边看什么 可爱吗 可爱 可爱可是好像不能接近耶好可惜哦 我不知道等一下会不会开放这样 后面有一只隐藏版的小鸟 所以树大便是每这1600只由法国设计师设计的纸猫熊 被摆放着各种不同游玩的模样 就像时间禁止一样 大家只能静静的供民众拍照欣赏 但是半个小时之后又会一起消失哦 因为这次的快闪活动只会现身30分钟 目的就是要借由猫熊宝宝的人气 来凸显保护动物的主题 一共5场的快闪 每一场都有隐藏版的动物 让看眼尖的观众朋友 能不能一起找出来咯 以上现场最新情况把时间镜头交还彭内主播